这波豪雨风灾导致高雄多处地区的道路、房屋及车辆毁损 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放宽标准发放未住机、付出淹水住户以及泡水汽机车之外 4号是在指示税捐处协助灾民 依照房屋毁损及淹水程度办理房屋税捐减免以减轻受灾户的负担 在823豪大雨过后不仅许多道路及车辆受损 部分民宅也因为好雨受到毁损和淹水状况 因此高雄市政府除了放宽补助灾民相关慰问金之外 4号起再度指示税捐处 紧速协助灾民办理房屋税减免 受损五成以上的房屋将可以免征房屋税 如果房屋是毁损它三至五成在修复以前 在修复以前我们这个房屋税是减半征收的 那如果你的毁损超过五成以上在修复完成以前 我们是全部都是免税的 由于这次好雨在短时强降雨上的不确定性 让部分市民加州难以防范淹水导致净水 因此在办理房屋税减免上将比照8年前凡纳比风灾后的标准 就算实际淹水日不足30日也以30日计算 可以免征一个月的房屋税 几天有没有也有减免 那我们就是说如果未满30日又以30日计算 所以这一次有淹水的部分 我们都会减免房屋税一个月 市府表示受灾户只要减据相关证明文件 即日起到9月28号 就可以就近向税间基增单位申请 以减轻灾民损失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